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幅股海共创双赢 好 我们先看到今天的礼拜五的台北股市 大盘指数又在美股昨天崩跌了1000点的情况之下 指数跳空开低 大跌157点开出 然后接下来一阵急杀最多的时候又暴跌了339点 最低杀到10189的位置下去 然后收盘的时候慢慢的又回到平盘附近 收盘是收在10371跟开盘几乎一模一样 那换句话说今天指数重挫了156点 但是也留了差不多有这个180点左右的下影线上来 那今天这个指数这样再度的重挫 当然县荣老师这两天很欣慰也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 这两天接到蛮多我的会员朋友的电话 都打电话进来 特别说要谢谢县荣老师 在这次台北股市这样子2月份崩跌 突然就急杀了1000点下来 不但这地方没有受到伤 而且还在之前建立大家布局空单 反而还能够在过年之前 哇这次真的又赚了一个很大的红包 所以呢这个年很多会员都说 赚这个过得会非常开心 这个也特别打电话进来 谢谢县荣老师 当然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跟大家再三强调 我带我会员做股票 一直一直跟大家做一个承诺 保护会员朋友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而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要达到这样的使命跟责任 县荣老师说我绝对不会是个死空头 更不会是个死多头 我们绝对是在该做多的时候 权力做多 但是当行情不对 空军也要懂得起飞 这样子才能够不但在多头市场赚到钱 当大盘趋势不对要转空 能够去避开那个下沙的风险 更能够去放空赚得到钱 这样才能够长长久久的 在股市之中能够赚下去 那县荣老师很欣慰 这一次的行情证明 我们再度做到了我们的承诺 当然我们未来也会继续 把握同样的原则 继续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掌握行情趋势 该做多时全力做多 行情不对要空军起飞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当然很重要 还记得在前两天再专家强调 2月7号那天就礼拜三的时候 美国股市那天强谈 涨了500多点上来 我还特别叮咛大家 这里千万不要看着美股的涨跌 来决定买卖股票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台股会跟着美股联动 所以我们应该紧盯着国际股市 看看美股怎么走 我们就来怎么做 我说这是不对的 除非你能够去预测 精准的掌握到未来美股的涨跌 不然你会发现到 你每次都是看美股在做股票 之前美国股市天天涨 好元月份 因此你的地方觉得 台北股市就会一直跟着冲 结果在11000点 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跑去追 然后等到美股暴跌下来 1000多点 急名杀低 然后反弹了 美股涨个500多点 你又想要翻多又去追 那今天美股大跌 你又在找盘跟着杀低杀下去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这样真的做股票 这个不行 一定会这个地方输得很惨 那这个行情我也跟大家强调过 这地方特别注意 在昨天也跟大家强调 那当大盘指数弹上来的时候 这一波行情已经出现一个空头的一个 打破了多头的市场的一个惯性 转回空头的一个现象出来 为什么呢 所谓的多头市场是怎样 每次高点都能够过前高 那拉回来的低点都没有去破前低 像这是10882 有没有过前高 有 那拉回来10322 有没有破前低 没有 对不对 高有过高 低没有破低 这叫多头市场的惯性 懂技术分析就会知道 我在讲什么 好 那但是空头市场来临的时候 就变成低会破前低 反弹会未过前高 那像这波大盘指数从11270杀下来 当礼拜二的时候 跌到10300的低点 我说很重要一件事 它已经破了这个左边10322的低点 已经打破了多头市场的惯性 那再加上外资股票期货选择权 我说昨天特别注意到 已经在地方开始翻空 其实在昨天看到台币盘中 大扁一脚多 就知道这行情又不对了 外资正在扶一而去 那这时候呢 就要特别注意 空头讯号还没有解除 所以我昨天也都再度叮咛 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空军再度的起飞 所以你看到今天指数狂跌下来 是不是又完全按照 县荣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呢 那我还是要再三强调一点 其实你会发现到真的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重点是在那个结果 都会证明谁是胜利的一方 那我不敢保证我每一次对 但是过去的经验 真的县荣老师 去掌握那指数关键的转折 帮大家所做的预测规划 你会看到 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准确性在 包括了在两年前的1月28号 那时候大盘从10014 杀到十年线附近了 消息面是美股动不动重挫 而且景气是连七个蓝灯 看起来消息这个景气最烂的时候 我说从技术面来看 大盘渡过了末迭段 脱离了底部区 准备进入到出生段了 所以在当时十年线附近 我会建议大家 赶快多头火速归队来拼大的 对不对 所以当时七千多点 我说出生段要来拼大的 然后后来涨到了多少 8840拉回来7999 八千多点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那现在大盘已经结束 第二波的修正这波 正准备展开的是什么 第三波的主生段 那主生段从技术分析来规划 预测满足点会在哪里 9961到10425的位置 我说这是有机会会来的 对不对 那时候指数才在八千多点 我已经跟大家预测台北股市 这波会攻上万点 现在呢 也正如我们所说的 出生段 这个地方涨一波上来 主生段又涨了这地方 攻到10882 那10882我们空单已经出手一次 杀下来1032的低点 拉高上来 来到过了10882高点的时候 我说这时候你不要以为 这还是多头就可以分安全的买 也再三的叮咛大家多头市场 这个时候已经处在最危险的第五波 也就是所谓的末升段 而且已经到了尾升 特色就是什么 投机股当道 轮动速度很快 而且随时会反转 我说这个盘到这个阶段 已经没有肉吃了 只剩汤可以捞了 等汤里捞完行情就会这样反转极下 所以我当时都提醒你要做多 除非你就挤短线当冲隔日冲 不对有赚要跑 没赚更要跑 波段的呢 就跟着我们空军 空军的部分开始来做起飞 对不对 现在结果呢 包括指数涨到11270高点 外销订单连17红 失业率创下17年来新低 大家都在期待选举行情 会涨到12682的时候 现龙老师有没有在当时 特别叮咛大家这个时刻指数来到这里 该怎么去操作 反市场操作 来看到 这是那一天1月23号 指数攻到11270高点的时候 我特别叮咛所有会员朋友 小心啊 超级泡沫正在成型 这个泡沫一旦破灭 价格就是开始反转后 急剧下跌 所以呢 所以当然不是等到跌下来 才去追杀追空 现在就要开始做好准备 把握反市场操作当中的人取我气 别人在追股票 我们开始布局空单 空军起飞 大跌下来 我们又可以大获全胜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说的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结果会证明谁是胜利的一方 重点是结果 而我不敢保证我一定对 但是大盘的关键转折 过去的经验 现龙老师的规划 几乎没有错过 都按照我的规划继续来走 对不对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指数这时候又跌了1000点下来 只是相信我的 当然这过去两年全力做多 赚到很多钱 这一次在高档又再度放空 哇我们又在过年之前 帮会员朋友 赚到了一个大红包 那现在没有相信我的呢 当然很多人 只能够说好后悔 早知道就跟着现龙老师 高档开始放空了 真的就是这这样子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当事后留下后悔的 记得当下就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随时下定决心 加入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都有机会 在股市当中反败为胜 成为胜利的一方 那接下来行情怎么规划 还是再强调一次 这地方当指数 两年的一个多头 一路的走上来 多头的五波 我说过这地方 当二月份K线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空头吞噬形态之后 两年的多头 五波现在已经结束 那现在空头 其实才刚刚开始 未来会回跌到哪里去 元月行情 之前大盘如果在元月份 涨个400多涨个500点 后面都是跌了26%才止跌 这次会不会又跌26% 如果会的话 大盘指数11270 跌个26% 这次会跌2900多点 刚好回跌到8300点 刚好回到10年线附近 那我不敢说一定会来 我只说这个可能性 你不能够去忽略它 所以我说风险意识 在接下来一定要有 当两年多头 这个五波结束之后 空头才刚刚开始 因此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 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的个股 空军是随时准备再度起飞 那只是在放空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则 要在今天再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 那之前大盘指数 在多头行情的时候 尤其在这个 持续震荡向上的时候 我都说过 你不要在急涨的时候 去做追高 多头市场操作 就急涨不追高 要等到拉回来 看似空头的时候 那才是最好的买点 那这是多头市场的操作策略 急涨不追高 拉回找买点 那反过来 当现在空头开始的时候 空头市场的操作策略呢 也就是你要懂得 急涨的时候 不是让你去追杀的 你应该趁着反弹的时候 来找卖点 找空点 对不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像今天大盘指数 看到美股在重挫 一开盘就跌了157点 然后急涨下去 盘中最多跌300多点的时候 县荣老师会在今天 才叫会员朋友 去空股票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早就在之前 就已经先布局好空单了 这是在接下来操作的时候 特别提醒大家 急跌不追杀 反弹找卖点 找空点 其实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赚钱的机会 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那总是等到大盘跌下来了 才来问 还有没有股票可以空啊 那个其实都很难赚得到钱 唯有在事先就跟着县荣老师 跟着这地方 我们做好布局的动作 低档做多的时候 我们低档布局 对不对 大涨上去获利入带 放空的时候 高档就先布好空单 等跌下来就来这个收割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赢家 就像我们这一次放空经店 上一次11月27号 对不对 那时候消息面利多频传 说LED走出谷底 miniLED有多好 我说不对 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那一趟 我们现在61块半先空了 对不对 先空过一次了 龙卷放空空军起飞 后来杀下来赚个7万块左右 获利回补 然后等它弹上来 弹上来之后 当外资在喊进 这地方跟他讲说 这还会买 还会再涨 我说不对 大户已经趁机在偷偷出货 股价又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这波弹上来 我们再度的在54块多的价位 有没有 龙卷放空空军起飞 好 那2月6号大跌了9.8%下来 我们不就又顺利的弹起来 对不对 这一次又赚个7万块左右 两趟加起来 上一次赚了7万块 这一趟又赚了7万块 刚好两趟就赚了14万 对不对 你有看到我在大跌的时候去追杀吗 你有看到大跌的时候去追杀吗 不是 都在高档转弱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先布局空单 反弹上来布局空单 现在大获全胜 对不对 那再举个例子 像华兴科也是 上个月1月10号 那时候 这个都在说被动元件在涨价 上一季营收多漂亮 我说不对 大户又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那时候股价在三重顶的高档 对不对 那时候的股价在多少 108块附近 我们融券放空 好 那后来呢 后来108块 杀下来 跌到九十几块价位 好 我们先赚个这个12万左右 先获利回补 弹起来 好 那弹起来之后呢 等他弹上来 好 各位投资 上个礼拜五又跟大家再提醒 这时候注意到 这个当这个 大家还在持续看好被动元件的时候 结构上大户还在持续出货 对不对 然后呢 股价又有准备转弱的讯号出来 所以呢 上个礼拜五 2月2号 有没有在建议会员朋友 市价97块半附近 融券放空 空军起飞 对不对 那等今天又跳空重挫下来 最低已经跌到81块半 上个礼拜五还有97块半可以空 今天已经跌到八字头 要再去追杀追空吗 不用嘛 我们又怎样 又可以躺起来 对不对 上一趟 空个108块空军起飞 赚个12万左右 上个礼拜五 97块半反弹上来 空军起飞 对不对 现在大跌下来又赚起来了 又赚个14万左右 两趟又赚了多少 26万了 对不对 你有看到我在大跌的时候去追杀吗 大跌的时候去追杀吗 没有嘛 高档就先放好空 反弹的时候再来放空 这是我做股票 放空跟他强调的一个原则 对不对 好 那再来不止 包括宏基也是一样 当上个月股价 外资这个当消息面都是利多的时候 我说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那时候28块市价在28块附近 对不对 融券放空空军起飞 那等到上个礼拜五开始跌下来 礼拜二再重挫下来 对不对 今天早盘又跳空开低 昨天前天还继续跌 那今天又大跌下来 那我们28块附近放空的股票 早上10点34分 还在低档23块8的时候 不就又建议大家空军回补吗 这个获利入带吗 对不对 又把它弹起来 空个30张的 又赚了四几万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现荣老师做股票 就是这样子强调 不是在大跌急杀下去的时候 去布空单 去追杀 是在反弹的时候放空 包括昨天大盘指数 这两天前两天反弹 我也说要注意 注意什么 这个地方细晶元的部分 那中美金上次在100块左右的价位 我就已经说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对不对 那时候就布局了一次空单 那等杀下来 2月6号打到跌停 我说不要去追杀 那等谈上来 昨天2月8号 这昨天 对 又谈起来96块附近 我说 这时候又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其实昨天我也有在节目当中提示 注意细晶元 报价连续三周下跌 那结果呢 结果今天又跳空重挫 跌了7.89%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又不用再去追杀 100块空军就起飞了 弹上来96块又在空 今天已经跌到80几块 又在大获全胜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放空不是让你去随便追杀 记得急跌不追杀 反弹找卖点找空点 接下来行情 我只能提醒大家 空头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现龙老师关心您的股票投资 特别帮大家规划 因为过年快到了 下个礼拜一就是要封关了 帮大家规划这次空把空空 作战计划 特别在岁末的时候 再给大家一个 岁末感恩大回馈的机会 那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次 所以特别在年底的最后这两天 给大家一个价值8万8 总共三个大红包 总共价值8万8的大红包 那详细的内容想要来做深入 来做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 待会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 我们还有更重要内容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部 祝您新年很快乐 一会唱一会 咱来咱往往来转散 让您好运绕整年 控日278月 控救控救 022781 0909 运达头部 何况都在这里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获电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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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洽语出席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集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限时台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刚才跟他强调 整个二月份的行情 这样子出现了一个 这个空头吞噬的一个结构出来之后 过去两年多头的一个走势 现在五波已经结束 空头才刚要开始而已 会跌到哪里我们不预设立场 但是注意到这个风险意识 会不会又回到十年线 一定要去小心提防 所以呢 所以这地方 既针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个股 空军随时要止飞 但是一个关键点 除了说这地方空头市场操作策略 不是在急跌大跌破底的时候去追杀 应该是趁着反弹的时候 找卖点找空点 那另外也针对该空什么股票 再强调一次 放空股票的交战手册 这四条 总共五条啦 记得 第一个股本小量太少的股票 不要空 对不对 就像之前我跟大家提醒 比特币暴跌了 那挖矿需求可能会死亡交叉 所以之前我带我会员朋友 再放空谁 放空维新 对不对 今天也继续的下跌 那可是我就绝对不会去空一档股票 叫做6150的汉逊 为什么 不是说他今天又涨停了 所以我说不能去空他 其实之前就有提醒过大家 因为他的股本只有多少 三亿而已 对不对 这种三亿的股本 这个等于股票在外流通 其实就只有三万张而已 如果扣掉大股东手上的 那可能就几千张 你说你跑去放空 如果你是个人自己空个一两张就算了 像我带我 我们这个当头顾老师在带会员的 如果每个会员朋友空个五张十张 可能融券就暴增个五百张 一千张了 那种三亿的股本 融券就暴增上来 大户一定知道嘛 对不对 知道之后咧 当然就把它故意拉高上去 嘎空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我说 股本小量太少 不要去空 融资余额不够多的 其实不是说不要空 是不能空 是你想空 营业员会跟你讲 抱歉没有卷 因为一定先有融资才有融卷 融资余额不够多 你融卷也不会有那个quota 第三个飙涨中的强势股 也不要去空 尤其有一些股票 你不要说 只是看它涨多了就不爽 就想空它 像现在举个例子 9958的世纪钢 我们说这是 邪恶第五波当中投机股的代表 股价从13块多涨上来 涨了一倍 很多人就说 这涨一倍了不行 看它不爽就去空 结果13块涨了一倍 涨到30块 然后呢 现在又涨一倍 涨到60块 都有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飙涨中的强势股 就不要去乱空它 那融卷强制回补之前 也不要空 举个例子 像6153 加连亿 这档股票 其实之前我也有掌握到讯息说 它的业绩在第一季会荡下来 可是我为什么不叫会员朋友去空它呢 因为它要办一个现金增资 要办现金增资的时候呢 融卷就会怎样 就要强制回补 所以你看它股价是等什么时候跌下来 融卷强不至于回补 补光光的时候 股价才开始跌啊 这种就是我说的 所以什么融卷强制回补之前 不要空 因为大户都会特别这地方去锁定 如果说很多人在空 甚至在拉高商去嘎空都有可能 所以要空 记得就是找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股票 空军来做起飞 就像之前我们空经典 第一趟空在61块半 第二趟空在54块多 对不对 像我们之前放空华兴科 第一趟空在这个108块 弹上来97块半再空 对不对 红基我们也是在高档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空 中美金也是在高档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空 然后呢 等他急杀下来 急杀下来 躺起来啊 晶电大赚 对不对 华兴科大赚 这个中美金大赚 红基也是大赚 那如果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 朋友时间关系 我只提醒大家 空投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县荣老师关心你的股票投资 特别帮大家规划这次空把空空作战计划的 税末感恩大回馈 相送给大家三个总价值 8万8的大红包 只有两天的时间 详细内容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 杜仙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